李瑞强的成果使得纯用二月车距来进行大型经济的凭捷成功能 在2019年搞出来的方案之后 首先就用在了大熊包经组的凭捷之上 所以这才有2010年初的那些那篇封面文章 大熊包经组 那么现在呢像这种方法或者说以这种方法为基础的各类的方法已经成熟不穷了 所以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你测定一个大型针合生物金组 就可以上约的那种时代去无法了 现在你测定一个什么样的物种的这个金组 基本上来讲你上个稍微好一点然后这个不太可能 实在是在前进的 那么这个 这种方案 它的强大支出就是很方便 但是呢 不太好的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实验相对也其实没有很 没有那么简单 你需要构建很多我们户 尤其是MatePair很难把它做好 所以 所以 刚才有同学也来问的这个contics 这个contics 结论之后呢 这个 genome coverage 似乎就没所增加 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真正追求覆盖基因组的区段的话呢 还是也靠contics 还是靠contics 那么 scaffold 结论 只是说把这个contics 之间的位置确定下来 可能补点控 那么它的增加是非常有限的 能增加一点也就是那个有空的那一点点 所以说每个阶段是不一样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对于测取余的性能的提升 就是很有必要 因为我们要追求更好的coverage 我们在contics 这个阶段就要做到 做得更好 那么提高 提高这个 数据量 提高测试深度已经没有用了 那么我们只能改进测试密地 那么更长的reads 更加错误率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测取余的发展方向 那么有更长的reads 大家会发现 会非常的 这个 拼接起来是非常有力的 所以三代社会现在为什么这么受追捕 也是这个道理 那么在李瑞强发 发表了这样的成果之后呢 大熊猫精组这个项目奠定了华大 在世界上的一个地位 可以这样讲 华大之所以这么有名 实际上也就是因为熊猫精组 大熊猫精组的设立 结果呢 华大的这个老板 王健公开的就说 我们华大不需要什么科学家 我们一对中官生就可以了 多次公开的 所以后来呢 李瑞强就被排挤走了 可以说他是奠定华大的地位的 最核心的一个技术人员 被排挤走了 排挤走了之后 他创立了 诺河支援 目前诺河支援 是世界上最大的测序公司 应该说最大的测序工程 它的测序能力 目前来讲已经是极其恐怖的 而华大 现在自己的测序能力 几乎就没有了 它现在的华大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业组 都要外包给摩克星人员 还有其他一些公司 外包出去 测这个精组 除了一个策略很重要之外 选择合适的算法 也非常的 也非常的重要 比方说 我们来看一下 测这个大双港均的精组 构建文库呢 180 300 600BP和3KBP的这样的一个文库 做双端测序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文库 分别用两个不同的算法 来进行拼接 CLC是一个商业化的 商业化的一个软件 不过最近已经见不到这个公司了 可能已经倒闭了 或者是 这些 双端是退出了这个市场 这是好几年前的文章 我们这个一字里的文章 我们对比 同一个数据集 用两种不同的算法来进行评接的效果 N50 我们看N50 因为N50是最重要的一个主标 我们可以看见 Soft De Novo 2代 Soft De Novo 2代是什么呢 Soft De Novo 1代 就是李锐常年发表 刚才讲到这样的策略 这个算法 2代比1代有增强 但是Soft De Novo 2 在 这个CLC的 它自己的这个算法面前 完全就不是一个数量的数量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任何一个数据集 下面都是如此 然后我们来看到 这个 这个件不同的固 就是单一文章的拼接 你180 300 600 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 对吧 我们看这个N50 这个是 82K 76K 78K 基本上来讲去 固差方面之内 所以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不是说这个短 短的这个文章和长文章 相结合的方法比较好吗 如果只有长文章 其实效果也并不好 也并不好 也并不好 所以 这个结果再次的 证明了一点 纯用二的测序去进行拼接 不管是大的 还是小的 长短 文固的 相结合的方式 是必要的 能够非常好玩 去提高拼接的效果 第二个呢 就是 拼接的算法 你必须仔细的选择 选择错了算法 你之后的效果就会很差 所以呢 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例子 都是用 Illumina的平台 也是短的平台 来做的 短的平台呢 它有好处是便宜 Illumina或者是这个BGIC 它的这个 是很便宜的 但是呢 它的拼接效率就比较差 而且呢 它无法注意的是 那种基因组织的 重处序列 那么 较长的 瑞兹的这个平台 比方说 IonTorrent 它可以到达五六百的长度 这个单分子测序 这个三代测序的 可以更长 那么 这样的一些 测序的方案呢 它的好处是 因为它很长 所以 相对来讲 拼接效率会高很多 你可以在更少的数据上 或者更好的拼接效率 但是它的坏处是什么呢 第一个 它成本比较高 单位数据上的成本高 你想同样达到三十层覆盖度 你测一个人的金属 三十层覆盖度 那基本上来讲 现在 可以说六七千块钱 你就可以 人民币 你就可以拿下来 但是如果说 你想要用三代测序去做到 三十层覆盖度 你每一个几十万 是根本下不来的 我们算过一下 那个 PEGBIO的成本 每基的这个成本 大概是 大概是这个 Lumina的 六十到七十倍 比较恐怖的一个数字 第二个来讲 就是 长瑞子平台 都有共同的缺点 错误率高 那么这个在拼金组的时候 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因为 我们要找重叠段 对吧 如果你重叠段 本身对不上 因为你有误差 测错了一些减辑 导致你 这个 那就会导致拼不上 或者说拼错 或者说呢 你为了能够校正这个错误 你需要非常大的 这个代价才能去做 那么 就需要什么呢 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的是 扬长壁了 把两种方案进行结合 两种方案进行结合 利用三代搭架子 二代进行校正 这种方式 可能是目前消费比最高的方式 那么用这样的 方式呢 确实可以得到 比较好的一些结果 那么这一篇文章呢 是纪大大表达 是第一个完整 拼接出来 完整度相当好的一个 中国汉族人的参考进行统 从头拼接来 这个文章 它的用它的作法 当然它是估计成本的一种作法 是 就是用三代去首先进行 三代测序的长率去进行拼接 然后用二代测序的大量的率去进行校正 那么在它的这个 abstract里面 有很清楚的说法 等一下 comparison to GRC H3 这是目前世界上广泛使用的这个 以欧美人为标本的 这个参考基因组 reviews 12.8 Megamizes Megamizes 和华夏一号 specific sequences 这个中国人的基础叫华夏一号 我们可以看见 就是 人种不同 它确实有一些特异性的序列在里面 特异性的序列 那些不存在于参考基因组织的那样的一些序列 那么长短率的拼接效果呢 其实很早就有人研究了 比方说 在三代程度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用独藏较长的这个454平台 和独藏较短的 Illumina平台 所进行的一个联合拼接呢 就有很多人研究了 那么比方说 这个小于10兆的这个基因组的拼接呢 是用454和Illumina分别进程序 然后分别拼接 拼接完了之后再进行联合拼接 最后得到这个效果 那么我们看见 这个N50 N50 两者结合之后 会比这边要能够提高一点点 这可能效果并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的强 但是 这个是2.6兆的一个吸菱金组 那么在6兆的基因组上面 我们可以看见 联合拼接的这个效果 就比单一的拼接要好很多 那么在较大的基因组上面 你看这边是较大的基因组 40兆的一个基因组 那么它的技术路线 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也是就是DNA 经过两个测试的测试之后呢 进行这个这个 这个长日子先自己进行进行 搭架子 搭出一个架子来 然后再用短例子往上 这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见 它用了两个 你看 它建了两个纹固 一个是300的纹固 还有一个500的纹固 300的纹固 自己 自己拼接呢 大概N5D 就20K左右 加了100这个纹固之后 一下子就到了120K 然后加上了少量的454的例子之后呢 延后拼接的结果 超过140K 所以说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对这个测试很重要 并不是你有钱 就狂测 就能够得到效果 策略也非常非常重要 那除了拼金组之后 我们还可以拼转木组 那为什么说 我要拼转木组呢 拼金组不好吗 这个里面的原因 有你们问几点啊 首先第一点的是 基因组往往是很大的 或者是高能的 症候生物的基因组往往很大 其中只有一小部分 能够被转木 而作为绝大部分的功能 导向的研究来讲 我去关注那些 不转木的东西 纯粹就是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 所以 我只关注那些 能转过出来的东西 所以这样来讲的话 你就不需要测那么多的输出去了 对吧 你就不需要测那么多 而且这样好几个 我们这些通通都不需要 然后呢 在这个转木 这个RNA上面 大家都有 都有学过 是有可不得解切这一说的 对不对 Splash variant 在基因组上 你把基因组测得再完整 你也不知道 这一个基因能够出多少个转 那个解析变体 对不对 所以说 如果你涉及到解析变体的 这个研究的话 你必须测 必须测转路 还有一个原因 是 经常的我们会 尤其在病理状况之下 会出现 这个 各种什么融合呀 还有 这个 这个 这个多倍铁的这个问题 等等 那对于基因组测序来讲 如果说 你 这个 核心没有搞清楚 或者你没有条件搞清楚的情况之下 你拼 你拼接是很难拼的 你的算法是很难设计的 对吧 你是两倍铁还是六倍铁 这个处理起来完全不一样 而且 尤其是什么呢 你就算两倍铁吧 大家都知道 有砸合的问题 对不对 有砸合的问题 你 你同样一个铁 来自父亲的 和来自母亲的 这两个铁 本来不一定一样 是吧 你测铁组的话 就可能会出现砸的 这个情况 对不对 一来测出你就会出现砸空 你和二来测出 那转路出来呢 对吧 我转路出来 每个 每个转路都是自己的 我自己拼就好 这些 都是 转路主 拼 转路主拼接的好处 但是呢 转路主拼接 也有它的挑战 非常大的挑战 DNA 我们说正常的情况 人的基因组里面 所有的基因 都是两个宝贝 对吧 正常的 我们只是说正常的 X和Y 如果是男性的话 它只有一个宝贝 这个都 就是很 很均一化的 可是 RNA 它的这个 动态泛网统团 有的高高峰度的 RNA 它表能量非常高 有的低峰度的 它很低 所以来讲你的算法 必须考虑到这个问题 然后呢 RNA 由于它不能直接测去 它必须先 反转路程 CDNA 然后再进行测去 所以它的错误率会比较高 错误率高 是对拼尖非常大的一个不利因素 还有就是 Splence Variant 这个解析变体 解析变体 由于两个解析变体很可能只有一小段是不一样的 因此 如何准确的识别解析变体 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问题 尤其是什么呢 对于短READ来讲 像是Illumina 只有150的这种短的READ的时候 它其实是无法 从理论上就无法解决全传转路组的这个问题 所以 为基因组拼接说开发的这些算法 往往是不适合于转路组拼接的 所以呢 有的软件团队 它会针对基因组和转路组 利用同样的一个数学模型 来研发相应的 这个就是两种版本的拼接算法 那有的团队呢 是直接就 针对RNA进行研发 有的是它只针对DNA进行研发 所以大家在选择算法的时候 这个地方也是要留心的 你是拼DNA还是拼RNA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 尤其在系统比较复杂的时候 算法的之间的差别 那是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的 这是我们自己画的文章 是 这个水弧路 根系 共生体系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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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红转路组的 测序拼接 我们用了这个Trinity 和Wellback 两种算法来进行拼接 Trinity 是一个 专门为RNA测序 来做拼接的这样一个算法 而Wellback 是针对基因组测序 来开发的算法 那么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N50 Wellback拼出来的话 只有400多 是很差的 然后呢 Trinity拼出来了 可以达到1000多 反正先516 所以说这个 效果是差很远很远的 那么像这个 这个研究实际上是 也上了 也上了报纸 然后当年也上了报纸 还现在也进了教育书的 做一个经典案例 进了教育书的 那拼接 这个 由于你数据量很大 你拼接就需要很 消耗很大的集团资源 对吧 我们都玩过拼图 拼图如果只有那么 几块 十几块那种小孩玩的那种 就很快 很容易你可以拼上 如果是那种1000块 3000块的那种拼图 你就很痛苦了 对不对 你就很痛苦了 你需要 在你家客厅 在地上 完全补满 然后 然后 再来找 来拼 所以拼接经营组 这段线 它所消耗的 计算资源 是非常变态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 这个 三年前 我们实验室 在拼 这个 在拼同转务组的时候 所用的一台机器 一台服务器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四路服务器 四个CPU在这里 四十八个核心 这个是当年 已经算是很容易的 一个机器了 然后 所有的内存 你看内存差不多 全部差了 每一条 每一条是 每一条多少机来的 总共 总共是512G内存 然后这台机器的硬盘 480G 所以说 这是我们装出来的 一台机器是 硬盘还没内存大的 就这样的 就这种计算的能力 还不足以拼接什么呢 你要是把人金主 丢进去拼 那不一定保证能跑得出来的 所以 这个对于计算能力的需求 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那 所谓的千元基因组 所以 所谓千元基因组 这个 这个说法 最开始的时候 是01年提出来的 就是 1000美元 测定一个人的基因组 但是呢 由于刚才我们所说的 你要测 测定一个基因组 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就是从头 如果从头拼接的话 对吧 刚才我们说了各种的策略 算法的选择 等等 还有计算资源 这样的一些事情 使得什么 使得千元基因组 这个计划 虽然现在的世纪成本 是能够达到的 但是 如果你真的想把它测出来 那是另外一种事了 因为 后面的各种分析成本 以及你请专家的这个人 人力成本 将远远高过测序本身 所以 在近期来看 真的说 千元基因组 实现千元基因组 这个目标 还是比较遥不可及的 但是呢 在我们这个课上面 大家是可以 大致的 用这样的 用这种价格来 体验到 把自己的基因组测出来 然后进行完整的分析 是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概念 能得到 什么样的 那至于说 你得到什么样的 得到什么样的 用 接下来 我们就要讲到 那 参考基因组被测进出来之后 由于人跟人之间的差异度 其实并没有那么大 对吧 我们说这个人跟猴子的区别意义 也不是很大 对吧 更可况人跟人了 那 人跟人是如此的不一样的 这其中 这些不同的支柱 就是蕴含在我们的基因组织里面 对吧 我们的长相短 我们的这个能力不同 我们的患的疾病不同 这些东西都由我们的基因组织有关 这个事实 大家早就知道 究竟怎么个不同 那是我们 这个 需要去回答的问题 那 所以 这个所谓的 population skill sequencing 比如说千人基因组织计划 从08年开始 它的目标是要设定 全世界不同种族 不同国家的 一千个健康人的基因组织 它们所用的策略 实际上 并不是从头组装 而是 所谓的从测试 re sequence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 人跟人之间的差异 并没有特别大 所以 我有个参考基因组之后 我把测试额到很多 短read 往这个参考基因组上 做比对 这部叫做mapping 做比对 然后 就可以去比较 人跟人之间 究竟是哪些解析不同 哪些基因不同 我们就得到 我们就达到目的了 是吧 所以说 如果说这个 这个技术能够 非常的成熟 和发达 那么 我们就可以 根据每个人 自己的基因绪 去定制 他的人生 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例子 参考基因组得一下 然后 测试得到的 很多reads 我们就跟参考基因组 进行比对 然后往上追追追追追 然后有的地方 你可以看见 像这种地方 测出来 所有的这个 几乎测出来 所有的这个 这位是T 而这个 在参考基因组上 这位是A 这说明什么 我测的这个个体 它这一位上 就是T 和这个标准 参考基因组 不一样 而有些地方 你看像这些 这些地方 它都只是 零星的有那么 几次 几个例子 这一位 和参考基因组不一样 绝大部分是一样的 这就是什么 这些是 这些就是 偶然出现的 测试错误 所以说 你这个覆盖度 一定要够高 这个深度一定要够高 就可以通过 这个统计的方式 去排除掉 这个测试 所带来的造成 那么有这样的 一个 一个原理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对许多许多的人 进行这个测试 然后发现 哪些基因的哪些位点 与什么性状 尤其是 与什么疾病 有关系 那传统上面 大家 可能都知道了 安吉利亚中立的 就是那个乳腺癌的 那个BLCA1 BLCA2 是吧 这是人类基本上 最早认识到的 这个 与疾病 直接相关的 基因主变 当时1974年的时候 开始早来 当年你别说测基因组了 连桑格尔测试 还没发明 那个时候还是 降解法测试 只能测定 GNV片段上面 最开始的 大概20个成绩 就已经很多了 于是他们用了 17年的时间 才最终将 这个乳腺癌高发的 这样一个 家族性 这个突变 定位到了 BLCA1 这样的经济上 用了17年的时间 而现在 你只需要用 一到两年的时间 你采集足够多的人的 样本 你就可以去 亲而易所地 发现 许多 与这个疾病有关的 这个 这个基因突变 经典的做法就是这样 我找一堆病人 某个疾病的病人 然后再找一堆正常人 没有这个疾病 越多越好 而且这个遗传背景 越砸越好 它来自全国各地 甚至全世界 然后呢 我把它弄多测去了 测去的时候就对比 这两者究竟有什么不同 因为你的人群特别大 遗传背景特别大 所以说 来自于人种 地狱 这样你生活习惯 像这样的一些因素通通就被平均掉了 最后能够冒出来 通过统地解决冒出来的那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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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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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核心的变异啊 就会凸显出来 比方说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中等规模的 GVAS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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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GVAS研究 叫做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 它能告诉你什么 它能告诉你关联 但并不是阴谷 并不一定是阴谷 这个 像这个案例里面 它研究的是一个什么病呢 叫Packet disease 至于什么病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的 反正是某种病 它找了2215个病人 和4370个健康人 把它全基底测 测完了之后 我们就发现 咦 就这么几个地方 是与疾病有关的 其他地方 可能都没有太大关系 所以说 我只要去检测 这样的结果一点 我就能够预测 你这个人 得这个病的可能性 是不是很高 就像安平利亚中医 它有那个突变 它于是就有 很高的 这个患病的风险 对吧 所以这也就是 基因检测 所谓基因体检 这个 这个 科学依据所在 那现在的话 很多的这个 G-BUS研究的 这个 人群的这个范围 我们叫队列 规模 都已经到了几万 甚至十 十万以上 它要测那么多人的经济 那么 从一个研究里面 往往可以找到 很多个不同的经济 程度啊 其实也是不一样 比方说 BRCA1 的这个突变 腰帮乳胃的 抵立选AG 这样的一个突变 它 使得 安基利亚注力 有87%的风险 患上乳腺癌 50%的概率 患上暖超癌 可是如果是 其他的一些 乳腺癌相关的 这个突变位 它就没有这么猛 在大量的这个研究之后 人们总结出一个规律 那么 我们看这个 这个图啊 红轴是 这个等位基因的频率 这个频率是指 人群中的频率 就有多少人 有这种 啊 鞋带有这种 中文目的目标 是Effect Size 这个是 它对这个性状 或者疾病的影响 力有多大 越往上 就是 对疾病越重要 比如说 安吉利亚注力的那个 那个突变位 那就是一定在 它是在 比较左上的这个位置 啊 很很猛的 那么 它的这种 啊 突变呢 在全世界人群里面 其实 频率是很低的 大 绝大部分 中国人都没有 啊 因为我 我们现在手上有 几十万中国人的 这个这个位置数据 我们自己有统计的 绝大部分中国人是没有这个 而是 而这个 而这个突变在 什么样的人群里面比较多呢 在犹太裔的 这个族群里面 比较多 随着犹太人 啊 这个在公元 公元 左右 那个时候灭国嘛 对吧 犹太灭国 灭国的时候 犹太人就分散到这个 世界各地 尤其是分散到欧美 那么犹太人的血统 他这个 呃 这样的基因就散布在欧美里面 欧美人群里面 使得欧美人群里面的这个 基因频率是比较高的 啊 中国人是非常低 总的来讲 大部分的这个 呃 SMP 大部分的SMP 都分布在这个图的对角线 这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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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往左上 频率越低 但是它的效益越高 越往右下 频率越高 也就是你越容易 摊上这么一个 这个基因 但是它的效益就越低 那在一些这个大规模的实验里面 这个G-84研究里面 都证明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啊 就每一块 它有一些 比较经典的情况 那我们来看 看几个经典的例子 这个呢 是找出来的 心与心率有关的 位点 我们可以看见 它的这个 呃 frequency 和它的这个 呃 效益之间 哎 基本上来讲 我刚才所 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对角线的一个分布 越往左下 它的这个 这个人群频率越低 但是 它效益越高 这个是 帕金森 周合症 呃 各种 易感激 啊 易感突变 也是它非常好的 分布在这样一个 对角线的下面 所以呢 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对于这种 特别分布在左上的 这一部分呢 它的研究的 研究的 研究的方式可以是 传统的 linkage 也就是夹起分析 这样的 呃 这样的 呃 一些方法可以去研究 那么 往往来讲 也是呃 比较早期就可以被人 所研究到 然后呢 啊 这种association 这一块 效应比较低 但是 但是呢 这人群频率比较高了 这样的 东西 是比较 呃 是 需要现在的这种 GVAS 测去的 这个大规模的测去技术 才能够发现的 所以说 根据这样的一个原理来讲 我们可以说 像中国人 很少能摊上 呃 分布在左上的这种 这种高规的 呃 基因突变位 而目前已知的 文件有记录的 已知的 呃 预线还有关的 那些 强度没那么强 但是你更容易摊上的那种 位点有多少呢 按基因来算 都有 都有一百多个 那按位点来算 就有几百个 所以说 现在的外面 很多公司 都在 都在做这个基因检测 对不对 然后就是 嗯 做一代测去 测那么几个位点 然后找你收几百块钱 几千块钱 然后就预测你的各项风险 科不科学 不能说它完全是科学 比如它测你乳腺癌的风险 它就四个BRCA1 BRCA2 上面总共六个位 一般来讨 这种套赚几百块钱到三千块钱 不得 你说这个测试 科不科学 我们要说比较科学 如果你真的摊上了 这几个突变中的一个纳米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但是有没有意义呢 意义不大 因为这几个突变在中国人群中的频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你考虑到实验还有误差 搞不好都是实验误差的 但是真正对你乳腺癌高发 有意义的那么大几百个位点 你去都没有测 那些东西 你摊上的概率是很高的 摊上一个两个没关系 你要这么多评价 所以说 这就是为什么要 你要做基因检测 是要做至少是什么 全外全之主之类的 这种比较全面的检测才可以 好 那么在临床上面的应用呢 主要来讲就是 临床上面对于基因突变的这样的应用 主要分为这么 这么几大类 Geminal patient 是 所谓的生殖性突变 也就是 你生下来就有了 你身上每一个细胞都是 都有这样的一个基因 都有这样的基因 Sobatic mutations 是指 体细胞突变 也就是说 这个往往是在癌症里面有用的 就比方说 你被辐射了 或者是你 因为化学 又变剂的影响 你的身上的某多细胞 突变了 突变了 开始变成癌症 但是呢 你这个时候你生的孩子 并不会有问题 对吧 你不是生殖机胞 说的问题吧 对吧 Sobatic mutations CMV 是Copy number variation 拷贝数变异 普通来讲 每个基因在人基因 准备是两个拷贝 但有可能 你的整段 整段基因 会复制一份 或者是减少一份 这个是会造成Copy number variation 然后还有Structural Variations 其实广地上来讲 CMV是包括在Structural Variations 里面的 Structural Variations 是指它的结构 可以发生变化 比方说整个染色体的某一段 进行了异位 导位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 有这样的操作 那么这个 我们说这个 一个来讲吧 Germanline mutation 里面最经典的应用 也是目前来讲 可能是最广为人知的东西 那就是疾病的 这个抑感性的这个 抑感性的这个研究 那现在助力的这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 那么 如果说你很早就知道你的基因型 那么就可以有效的预防 壮大疾病 比方说 如果你携带了 比如说你的乳腺癌 抑感性的部分 你鞋带上几个 如果像安定盖中间 那鞋带一个就够了 那对于赞助的大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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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同学来说 你可能需要摊上几个那种 效果比较差的 那才会比较 抑感 万一你真的是这种基因型 你爸妈就把你生成这个样子 那你就不要使用 含激素的抗衰老保健品 大家知道这个乳腺癌 右胖乳腺癌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可能就是 磁吸素了 磁吸素的那种保健品 擦上之后的话 很快你的皮肤就会变得很水明 然后很好看 确实有很好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的基因里面 就是容易得如下癌 那么 你就 不要去用这样的保健品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 一些情况都很多 红膜蓝疮的抑感突变 这个是也比较多的 我们在中国人群里面测的也是比较多的 红膜蓝疮抑感突变 这个实际上 并不意味着你一定会得 红膜蓝疮抑感自体免疫疾病 但是你的自身免疫疾病的发病率 整体来说就会比较高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不要去吃那些 正常免疫的保健品 因为你的免疫力越强 它越可能攻击自己 像肺癌液感突变那就更多 是吧 这个抽烟呢 空气污染 这些都是 那我曾经给一个 台湾的 台湾的有一个人测过他的群基因组 然后发现 他的肺癌液感突变是非常非常高的 是我们测过的所有人们最高的一种 就是基本上 那个风险是已经到顶了可以这样讲 然后把这个结果 如实地告诉他之后 然后他说 你这个救了 真是救了我一命呢 因为 他们公司马上要把他派到北京去 开拓中国大陆的市场 那一般人去北京其实无所谓的是吧 空气污染差一点差一点 我是不是戴个口罩 家里开空气境外星也无所谓了 有一点暴露无所谓 但是对他来讲 他在这种情况下 长期的生活和工作 这个是绝对是遇见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他跟公司说 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去 好 那万一你要是摊上了一个所谓的不好的风险怎么办 你容易得这病拉病的风险 因为每个人都会 那我们测了 我们现在测了这么多人 几千三万人 我们就发现每个人至少都有两到五项 至少两到五项的疾病上面 可能是高危险 而且可能风险非常非常高 万一你摊上了 我要害怕 很多人他就觉得 我不知道还好啊 我知道了之后我可能心里总是担心 我告诉你 风险并不因为你的害怕而减少 因为现在最绝大部分的 由基因所导致的健康风险 是有办法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 比方说这个 在美国正常人的乳腺癌的风险 大概是百分之五点几到百分之六 如果这样安静量处理 它有87%的风险 对不对 还有这个突变 但是经过有针对性的 这种生活上的预防 生活方式工作等等 这样的一些调整和注意 可以把他的这个风险降到百分之八轴 那跟常人的百分之五百分之六 已经没有太大区别了 所以说大概在14年15年的时候 有好多的 有一段时间有好多的新闻出来 就是说安静量处理 实际上根本没有 要把他乳房和暖潮切掉 你要知道 一个女性把他的乳房和暖潮切掉 这个是一般人生做不到 它会极大的影响你的生活时代 甚至会是你的家庭 但是如果你早知道你有这个风险 那你从 你早年 也就是从 比如说你现在测了之后 就可以从现在开始去 有 有真正性的进行 那么现在像美 美国的话 每年是有四百到五百万人 接受这种基因检查 然后根据这些基因检查的结果 去定制化自己的生活 改进自己的生活方式 甚至决定自己的工作 然后根据几项研究表明 这种方式可以使得家族性 Coral cancer是那个大肠癌的 它的发病能力减少百分之九十 家族性乳腺癌的发病能力减少百分之七十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等你得了癌症之后 你一个月要花几万块钱的药费 而且非常痛苦 你也延长不了几年的生命 你要知道 像这个大肠癌 它的生活上是很差的 很痛苦的 而且 育后也不是特别的好 所有癌症育后也没有什么癌症说特别好 等到那个时候 你砸很多的钱 痛苦 可能也挽救不了太长时间的生命 但是如果你从早年就开始注意的话 你可能一辈子不会得这个疾病 这就是早期的这个基因检查的 它对于这个我们说公共卫生上面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作用 甚而至于说 在这个 除了对于这个一般生理上的疾病来讲 心理的这个这种精神方面的疾病也很有关系的 你像这个 这个就是 这家伙是公司高管 那么它有这个双线亲感障碍的这个风险很高的 在家中很经常是脾气很暴躁 看过很多心理医生是不孝的 然后 有了这个结果出来之后 他自己终于知道为什么 于是呢 他在家里也是去 他的妻子也是很理解他 然后呢 由于这个是基因决定的 所以 心理辅导往往效果是不好 这个是有物质基础的 并不是一个纯心理性的问题 所以 对于这种情况来讲 是 你吃药就比较好 你要去医院开药区 那么还有抑郁症啊 什么东西的都 这个是一块 好 今天我们的这个课就暂时上到这 谢谢